大家好 我是菲儀老師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一個就是三角形的一個配件 那這裡我們會用到一層八的環還有一層五的環 那我們一層八的環準備七個把它都打開來 比較方便編織 一層五的環我們就也是要把它打開再閉合起來 每一個環都要確實做這個動作 我們先取一個一層八的環 將六個一層五的環全部套入 六個把它閉合起來 那像這樣子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地方 這個中間加的這個環的外面 我們都要上下都有 都再加那個一層八的環 我們每一個一層八的環 都是由這個一層五的環來固定 那這裡我們就要像我們在做那個四合一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子把這個兩個環 雷絲的那個計法 把這兩個環 現在它是這樣平行的 那我們都往外側 這個外側的部分往外開 都是本來是兩個是這樣子密合的 平行的 那我們把這個上面的這個下面的地方往上翻起來固定 那這個一樣下面的地方往上翻起來固定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翹翹的像一個八 外面朝外面的八 那這裡我們入這個環的時候 就要有方向的問題 由下往上 如果你由上往下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環 又回到平行 那這樣就是錯的 就是這個 往上 往上 都是下面下側的這個環的下側往上翻 那加這個一層八環的時候 就是要由下往上 下面的這個環是由下往上 然後上面的那個環是由上往下 這樣子兩個環才會被固定住 開開的 那這樣子的話 夾子夾著的這個一層八環 它會在中間的那個加了六個一層五環的上面 那我們要在背面一樣再加一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主體稍微翻一下 翻過來 翻過來的時候就會發現 這個環方向 這兩個一層五的環跟剛才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加的時候 如果你以剛才的方式 由下往上的話 你會發現很難做 因為這兩個環 開的離得很遠 那我們就由上往下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 你要再把它 這個 有直接這樣子 夾工具不移動的話 不放開工具 你去夾另外一側 你會覺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會把這個 現在工具夾住的這個地方 放開來 夾另外一側 然後再去勾 另外一個環 本來是夾這裡 往下鬆開來 夾這個地方 夾另外一側 然後你就可以順著那個環的方向去勾另外一個一層五的環 這樣比較容易勾進來 那這兩個環做好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第一組 所以它很容易變形跑掉 那我們拿一個毛根 把這兩個 後來加了這兩個一層八的環套住 把它套起來固定起來 它就不會跑掉 它就不會跑掉 那這裡 再取兩個一層五的環 中間不 就是已經做好了這個 這個中間不可以再隔著一個 一定要直接 就是接下來的 譬如說這個一二 那就三四 這樣子 或者是你要這邊這兩個都可以 哪一邊先做都OK 那一樣 你把這兩個平行站好 然後底部就是靠桌子的地方 往上翻 往上翻 好 兩個又翹翹的了 那一樣先取一個 由下往上勾 下面這個環 再由上往下勾 上面那個環 這是第一面 那第二面一樣主體要翻一下 翻到背面來 翻到背面來 然後再做這一面的環 由上往下 然後翻一下 翻一下這個環 夾住另外一端 夾住另外一端 由上往下 這個要做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你現在在做的這個 你看 你一鬆掉的時候 它就上下顛倒 它又變成平行的 你只要發現它是平行的時候 你夾住了這個動作 第一組跟第二組 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如果發現 就是說 你的第一面跑掉了 它兩個環又變成平行的了 怎麼辦 把它這個 一層八的環 上下顛倒 拉出來 拉出來 然後這兩個 一層五的環 打開來 拉出來 它就 方向就又對了 好 所以就是 你要握住 你一鬆開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跑掉 第一組第二組 比較會有這個狀況 好 那剩下的一組也是一樣 然後再弄一下 它就留在一塊 去咬住 它就滿足的 每個小狀況 一般快要很容易 把咬住 打開 每個小狀況 都可以ada 都為了 有些大小狀況 都很開心 完成了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配件 那这个可以把它做在项链的中间 做完配件使用 也可以这样子组合起来 一个一个组合起来 这样 加两个环 或者是这样子 加两个环 两个地方加 这两个地方加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菱形的环 它就可以作为在鼠面上面的一个主体 或者是项链的一个组织 这是我们介绍的三角形的配件 我是菲莉老师 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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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